我們現在來到日新石 是一個雲安地產發展 類似一個學生宿舍 本身是一個酒店 雲安買來盡量執收 然後就變成了現在 專租給學生的co-working space 自己也挺欣賞 因為你可以在這裡認識 八大院後或者其他院後的朋友 你的圈子會放闊 而且這裡有很多設施 是很周到 它有廚房 有洗衣機 有溫習室 有聊天的地方 有玩樂的地方 有一起帶一氣的地方 它每個走廊都會有冷熱的飲水機 這樣也很方便 唯一對火轄那邊也有一些特別的要求 火轄只可以在門口那邊接待 就不能上去 因為這些都涉及保安或者私隱的因素 所以都正常合理 而且宿舍也不太建議你帶外人上去 這也是理解的 這裡也是剛剛執收 就是第一手可以煮全新的設施 其實挺好的 而且價錢相對來說很吸引 而且它的旗都是遷就回每個院後的花學日期 所以還可以的 我們現場上去看看 而且這間兩房大約230呎 就是兩個床位 它基本上就所有東西都包了 然後浴室 好奇麗基本上就很適合小朋友住 然後它就兩張床位 它有一張床位 有一張床位 有一張三張床位 基本上每張床都是一張標準的單人床 然後有個書桌 然後有些塵架可以放在東西 而且每間床位都有對色 例如綠色代表綠色那格 藍色代表藍色這個床位 所以空間佈置上就很均真 避免人們搶接空間 也避免兩者吵架 床位就一上一下 怎樣分配床位 最好就是你們兩個人過來一起合租 那你們自己去傾店做 如果你只有一個人 又想兩人合租 它就會分朋友給你 但三個人的那些 你一定要找三個派對 而且它每張床就有一張床 每個床都可以一年計 由8月1日開始到7月30日 下年 基本上可以獨足一年 價錢方面最便宜大約六千多 最貴的單人床 我們來看看 這間就是單人房 基本上就是一個人 一個女孩子 一個王子 一個公子 一個人住其實很大 而且它有一個特別的 它就有一座子母床 假設父母想過來陪小朋友 一段日子都容許 可以讓你家床睡覺 但它有一個日期限制 大概15天 這裡就一個人住 它是比劏房更加好 基本上它所有陪到都齊了 還有一些會所設施 還有一些工作室 它認識的圈子 都是一些大學生 所以相對來說 安全性 在圈子上都會擴闊得好一點 這間就大概是16000多 你覺得 位置就在鑽石山地鐵站走過來 大概5分鐘之內 單車鑽石山就是一個轉換站 你可以先走團馬線 去回中大 或者先走綠色的觀塘 去回九龍塘 下午我們去回到都會大學 都方便 唯一這裡不方便 就去科大和港大 領南都未必可以 其他院後5個站之內可以去到 相當方便 很特色的一個地方 你又覺得怎樣